新北市戏纸 一间开设十年以上的珠宝银楼 就在二号下午突然是出现了 两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重到店门口 一个人是拿着铁锤敲坏了展示柜 专挑高单价的金饰品来行抢 另外一个人则是拿出了西瓜刀恐吓店家 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抢了就立刻逃往基隆 也因为这嫌犯骑着自己的机车 警方巡现在24小时之内 就逮到了这两名未满18岁的英雄大盗 四月号下午四点多 都团有两名男子 头戴安全帽手持器具 快步跑向一楼 随后敲窗行抢 过程之快根本没人能够反应 两名抢匪抢完就跑 行抢就像是事前有规划 两人行抢有分工 就一人拿着铁锤敲坏强化玻璃 随后抓了两大把展示柜中 最值钱的黄金饰品 玉琢通通不要 另外一个人高举着西瓜刀 恐吓坐在里头的老板娘 就坐在前面那里嘛 然后就是敲打以后我要到门口 门口就是有人要拿刀子 事隔一天老板娘情绪还是无法平复 一整晚都没有睡 因为开店十几年来第一次碰到琴枪 因为当下变一声的时候 他们应该事先就有勘察过了 是怎样 他就一个我看到的时候就是 一个已经跑过 过马路跑到这边了 另外一个就在他那边玻璃敲坏了 又再装 装到那个旅行带里面去了 目击者全吓傻了 只听到一声强烈玻璃碎裂声 接着看见两名男子迅速逃逸 两名枪飞抢完珠宝伤之后 迅速跑到对面的小巷子来 选择小路因为不但有后巷 社区还有岔路可以逃逸 嫌犯汽车机车逃往基隆 再回到戏址 被沿途监视器拍个正着 警方迅速二十小时内找到嫌犯 又问两名未成年的孝德纳 为什么不学好 又抢迎楼 中文字幕志愿 新闻报道